越南經濟怎麼樣 這是廣淵 就是農之高出生地 然後第一次去是2012年8月 然後這是這一次前兩個月去的時候 當時的秘藥是 這邊也是啊 這個地方是另外一個說當時的焦土政策 因為當時是反法國殖民的時候 他們就是把他們的廟房子全部都毀了 那農之高廟當時也毀了 後來又重建 那重建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地方 然後寫這個農之高對不對 就是就是墊 然後這是中文 然後當然寫作很多字很會管 他們就是還是要堅持要 然後這個農也要有人有人字旁 有人沒有人字旁 然後字也是反正同音就好沒關係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今年去 我嚇一跳就說 哇好雄偉喔 哇 所以 就是說你對於越南經濟的想像是什麼 他們其實就是建廟這件事情 他們基本上我覺得速度超快 好不熟 對不熟軟就是超級快的這樣 那應該已經有精神了吧 那個自閉場啊 這樣子 這樣要趕快蓋好了 然後這就是這個現在這個廟的 的形式啊 那應該差不多也有精神了吧 嗯 來來來沒有精神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種 這個也一樣指貼啊 它有點就是你們看嘛 它其實就是 很一樣啊 其實很一樣 你們覺得是有一個斑板 這個是靈音廟的 一樣有骨 對然後這個是 對 都呼之的多寡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也像萬古英靈啊 一樣它就是仿照這個去建 就開始出現標準化 對 就是一個標準化的情況出現嘛 一千年前的人到底怎麼樣 又沒有任何畫像 又沒有任何什麼 都是我覺得都是 後面的人開始自己去想像 然後 總共有一些文獻吧 文獻有 可是沒有畫像啊 所以只能全憑這樣 它的文獻是沒有寫到它的長相 沒有寫到它的那個 能力 能力 對 能力 來台北老師 請代表清單位 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 拿到官方證書背後需要什麼條件嗎 如果那麼多廟都想要申請的話 就是 你要證明說 你這個地方曾經有這樣的習俗嗎 就是有這樣子的 然後 它其實也需要 其實也需要去做調查訪問 然後他們通常會寫一個報告 其實我也看過這個報告 就是 之前這個 就是這個廟之前 他們 等一下 沒關係 他們就是要寫一份報告 然後 承報到審集 就 承報到審 然後他們要去批准 然後可以 看你是要 應該 你如果是要審集的話 就是送到審裡面去 由 鄉 然後縣 然後送到鄉裡面去 那當然是 縣也要支持 那我今年有 見到這個縣的這個 縣的主席啦 應該是共產黨的主席 他就說他們今年要全力發展這個 剛剛說最殘破的那個廟 然後我去那邊問他們副鄉長說 那以前怎麼祭祀的 然後什麼 可是一問也三不知 然後我就很好奇 他們要怎麼恢復 就是說怎麼樣去取得這個材料去恢復 可是我覺得 只要是縣裡面願意支持 他們總是會有辦法 就是他們總是 他們就是 重點就是要拿到那個證書嘛 可是現在也有一個情況就是這樣 雖然政府他願意撥一些錢出來建廟 可是之後的那個廟會的錢 基本上政府是不負責的 即便是剛剛林蔭廟 他建築建好了嘛 可是他後來的那些 管理 還有他的廟會的那些錢 基本上是他的功德香 所以你想那個功德 就是有 觀光客家也有啦 那他們的習慣是除了上香之外 他們也都一定會丟功德香 一定多少都是會丟一些 然後他們裡面有非常多的箱子 然後甚至還有我看到一個很fancy的是 像那個保險櫃一樣的 就是他有那個鎖 然後就是 我不知道我們台灣有沒有這樣 但是他就是一個保險櫃 然後功德香就是那種形式的這樣子 他需要有密碼還是有什麼 可以開鎖 不是很簡單的一個箱子 那種鎖 這樣簡單 他們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 就是錢就是透過 可是我對他們來講 有沒有得到一個政府的認證 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是還是有某種合法性 但他們被廟管理還是很鬆散 不會我覺得很嚴格欸 很嚴格 可是當年怎麼還會進去 對啊 沒有台灣嚴格 沒有那他 台灣也層層關卡 沒有可是他們那個功德香 他們是要 政府要派人來點錢 就是 就是說 點了收了多少錢 他們是要點 那個賬是要做清楚的 那變 現在變成是廟會管理委員 就變成是一個很尷尬的一個情況 官官 以前有祭祀庭 對不對 那可是在現在 林一廟那邊其實沒有祭祀庭 那廟會的管理人 他以什麼樣的 就是說 他是沒有 等於他也沒薪水 他也沒有祭祀庭 那他就是 等於是做 也算是做功德 是做那種 他跟農事高的關係 那他們是講說 農事高確實也有附身 我沒有見過 但都他們講 他說附身指定就是 要那個人做他的管理人 那他們 他是從他的爺爺那一代 他不姓農 但他姓裴 爺爺那一代就做管理人 可是中間有一度政府要介入 派官方的管理人 來管理林一廟 可是 農事高不高興 當然都可以說是神不高興 農事高 就像那個魏英聰啊 對啊 他就 他就說不高興 對他就說不高興 所以 後來那個人 就是官方派那個人 又沒辦法 就是用這位老人家 繼續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妳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邊當地的 妳提到的一些官員啊 商長啊 一些省長啊 那些的 他們是 就是 大部分的 多數的金主呢 還是說 是屬於他們當地的 就是自己的族群啊 他們其實 當地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是戴族 他們其實戴族 在那個地方勢力是很強 還有少部分的農族 那戴族其實也是 越南的第一個少數 就是 人口數最多的少數農族 那 我不知道妳們知道 以前越南一個總理 叫農德夢 對 他也是戴族的 他也去過那個林蔭廟 所以他們也說 我們這個廟就是 有官方認證這樣子 是 所以他們其實地方 這個少數民族 戴族的勢力 其實是很大的 就是 僅次於他們 主體的那個金族 對 可是在那裡 金族的人數還是比較少 金族都是慢慢移民過去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戴族還是比較大勢力 所以妳今天講到的這些省長啊 文化省長這些都是戴族 嗯 所以這個戴族就是跟壯族其實是 是同一個 對 對 對 那每個廟也不太一樣 像這邊還有一個廟 剛剛講說 嗯 有一個拜您知道士兵的那個 喔士兵 好好好 我來講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中越邊境的八馬山廟 這個地方在二十世紀初的廟碑裡面 還是解八馬山 那其實這邊也能看到壯族的 對於廟所在的位置 其實 基本上他本來應該都是在山上 就是 壯很多廟都在山上 可是當地的一個傳路也都是 因為 當地的老闆心覺得 哇太辛苦了 要爬山去拜廟 然後就祈求 然後農子高就靈驗了 就是有一天 風大雨大 然後就把一個 哇片 還是一個茅草 還是一個香爐 就飛到地上 然後所以後來他們就在平地建廟 然後拜他這樣 那八馬山還是這樣 他是在跟廣西的納波縣的屏夢那邊 有一個關口 這個是碩江的一個關口 過去 過去這裡就是中國 那這個是八馬山 他們後面是八馬山 然後這是八馬山的這個廟 那這個地方很清楚嘛 八馬山廟 可是其實根據這個廟碑 農大王兄弟 其實他應該是辦農子高的兄弟 他有個哥哥也是叫農子 農子聰吧 他有個哥哥 他其實有 到底有幾個兄弟 有一個哥哥是被 也跟他爸一起被看透 那他有幾個兄弟 那八馬山廟 這是 這個碑還有保留下來 放在廟裡面 然後 然後這也是2012年的情況 當時是這樣 一個北甘省的商人 求這裡來求 就是來祈求 然後來發財 就 重新建了一個 幫他們建了一個廟 然後 16年2月就是這個廟的樣子 我剛剛說那個速度就是 12年是汪洋中的一條船 這個已經是各個一艘畫港 對當時 就是 是涉水過去的啊 就是 對沒有橋 那今年好一點 今年有個竹橋 但是他們的縣的那個 那個叫做 縣的那個主席說 明年我們這邊就會有水泥橋 你再來這邊有水泥橋 這樣他們就是 很快 沒有這個其實他就是 那個就是 就是河在這邊 然後今年是竹橋 然後就路建好了 然後又建了另外一個前店 這樣出來 然後 這是祭拜農治高媽媽 宇原達的廟的地方 然後免得說祭拜扭分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他們說這個士兵守門的地方 那這個離剛剛那個關口 就非常非常的近 大概走路 應該15分鐘左右 20分鐘應該可以到 那他是一個村莊旁邊 那他們一直說 喔這是一個士兵守的地方 但是 這也可以保留一下啦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可能是一個村的廟 可是這個村的廟 怎麼後來解釋成 士兵守衛的地方 這個需要再進一步的 就是這個村莊旁邊 但是在邊境這裡 關於龍志高打戰 然後的戰場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一個傳說 其實他們拜不拜會燒那種民旨之類的 會燒旨 會燒旨 對 就當然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 我這裡沒有放出來給大家看 不太一樣 對不太一樣 因為我看大陸他們是像那種 同方修的那種 我在看唐山大帝子 他們在燒金子 那個 那個是圓圓的 喔唐山大帝子很久很久以前 那個叫什麼 紫錢 紫錢 圓圓的 以前叫強楚 強楚 他們 我這樣講吧 壯族他 他自己祖先的時候 他會剪一種像 用彩色紫剪 剪得像銅錢一串一串的這樣子 是嗎 一樣就是銅錢 他們就是銅錢以前銅錢 一串一串的 一串一串的 然後要掛在那個墳墓的前面 表示說已經少過墓了這樣子 那是每年的農曆 農曆三月三號 那他們這個紫錢也不一樣 我剛看到那個紫 那那個是剪成動物的形狀 馬啊 馬啊 馬啊牛啊 這是祈求 烏骨風燈 然後露出興王這樣子 那這個我 因為我都是看到遺留物 問當地的人說 這個是老人家剪的 可是就我對壯主儀式的理解的話 這種是通常儀式專家 像那個巫師做過儀式之後 他們會貼的 所以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 老人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他們自己剪 自己窮 一種是巫師有做過儀式之後 貼上去的 所以他們不會 基本上就不會有文字啊 也不會有什麼 那他們祭拜也有一個很特殊 他們就把東西就丟在這裡 放在這裡 他們不帶回去的 我說啊 那不帶回去 不帶回去 其實沒有 他們的習慣就是都放在那裡 他們就是放到壞掉這樣子 而且我很好奇這塊石頭是什麼 應該是貴的還是 不是 我覺得他應該原來只是一塊石頭 帶這個石頭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認為 剪的蠻可愛的 我剛才以為是弄掉的 彈機 我以為是有看 我去看是 剪在那裡 沒有其實他們很貴 然後巫師一定都會剪這種紙的 然後一般有些 手巧的老人 經常在幫巫師工作 他們都會剪 剪成牛啊 或者有些是剪成馬啊 冰馬嘛 他們也要剪成馬 我這看起來也沒有很難啊 自己剪一下 還沒有什麼 什麼 問起來 那龍士高的信仰 是比較廣泛於北邊那樣 就是高坪這個地方 然後我有問過亮山那邊的人 亮山跟我說沒有 就隔壁一個省 然後 再往西邊的省也有 但是他們不叫龍志高 是傳說故事很像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符號 人民有時候也許不是那麼 真是一個符號 對就是說 有一個人他就是失敗 他沒有辦法堅定他的王國 可是在當地都是被認為是 英雄人 是一個悲劇英雄的事 對 然後一些烙印來各個省 會同一個地方 因為都是 因為他們都抵抗中國啊 越南人 看他們對中國怎麼固人 中國怎麼固人怨 這樣子 對越南講是抵抗中國啊 對中國來講就是說 喔他們是 保衛中國人 領土的完整這樣子 因為他也 他也跟越南本土 那個禮朝 對 對 可是當時很模糊 他其實就是一個地方首領 那他一擴張 他不納貢 就覺得他是要反叛 這樣子 那當初也有人講說 其實為什麼龍志高要打到廣州 因為其實他可能只是想要統一一個經濟圈 就是 因為那一段是產黃金的喔 這一段是產黃金的 對 這一段是產黃金 到現在還有 跟那種經濟鏈的調整 對 他只是想要統就是 統籌一個 就是要建立一個 政體的這個政體的背後是有 政體經濟的考量 喔 是有一個經濟的考量 就是握出經濟名牌 就是說不管你是北宗 還是那個明朝 都是要的 不要讓我不開心 不開心我就不發紅 所以 當然中國的記載裡面說 喔 龍志高為什麼反送 因為他也去考科舉啊 可是他考過 但是又不給他當官啊 就是黃蟲 所以他就是要反抗 希望求個一官半職啊 這樣子 你不給我 就有人是用這樣的解釋 但也有人推斷就是 當時是有一個經濟上面的考量 好 那我們待會還可以再繼續聊 我們今天晚上沒有別的事情 可以坐在這邊 沙巴馬好坐 哈哈哈哈 好的謝謝 雅妮安 很好玩 謝謝大家的拍照 雅妮點